上一期视频我们完成了手套的第六片 这一期我们继续来编织第七片 换白色线从第四片收针的左侧开始 第一针在收针的编织里面调针 后面在两行的中间调针 接着黄色纸片上我们挑内侧的一根线 黄色纸片上16针挑好之后 后面的8针还是在两行的中间调针 第七片32针挑好之后 接下来编织13行搓板针 正反面都支下针 大家先把13行完成 好 现在13行已经完成 我们将支片翻到反面 14行开始收针 收去16针之后 增上还剩16针 这16针我们继续往下支下针 16针完成翻转支片 第15行我们开始编织母指收针的部分 先支14针下针 最后两针支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翻转支片 16行先支左上两针并一针 再支13针下针 16行完成 增上还有14针 接下来在每一行的同一边收一针 按照15行16行的收针规律 收针到一针结束即可 后面的部分大家自己去完成 第七片完成 接下来编织第八片 第八片从第五片黄色支片开始 换黑色线 第一针从收针的辫子里面挑针 后面在两行的中间挑针 再继续挑七针 接下来黑色支片 我们要挑内侧的一根线 一共挑16针 白色支片上挑八针 也是在两行的中间挑针 第八片32针挑好之后 翻转支片 接下来编织14行搓板针 正反面都支下针 大家把14行织完 第八片织好之后 最后第九片我们用双色线交换编织 第一行先用白色线编织 第一针从第六片收针的辫子里面挑针 后面七针在两行的中间挑针 接下来的24针 我们要挑内侧的一根线 最后八针也是在两行的中间挑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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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片的四十针挑好之后 翻转支片 继续用白色线支一行下针 白色线两行完成之后 接下来的第三行至第四行 换黑色线也支两行 正反面都支下针 后面大家把两行黑色完成 好 现在第四行完成 接下来后面就两行白色 两行黑色交换编织 大家一直把它编织到十三行 十三行完成后翻转支片 第十四行我们开始收针 手指这边八针设好之后 白色线继续编织 三十二针下针 十四行完成后 支片翻转到正面 换黑色线开始编织十五行 十五行在手腕这边 我们要收掉十六针 十六针收完之后 最后还剩十六针 继续支下针 十五行完成翻转支片 十五行完成翻转支片 十六行先支十四针下针 最后两针 最后两针支一个左上二变一 十六行完成翻转支片 开始编织十七行 换白色线 先支一个左上二变一 然后再支十三针下针 完成后翻转支片 完成后翻转支片 十八行先支十二针下针 最后支一针左上二变一 横后翻转支片 十九行先支一个左上二变一 接下来再支十一针下针 十九行完成 后面就按照前面的收针规律 每一行的一边收一针 一直收针到一针结束即可 支片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从拇指至手腕的两个侧边位置 缝合固定 每一针相互对应 进行卷线缝合 每一针相互对应 进行卷线缝合 好了 现在这款半只手套就编织完成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 JY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